我们再来关注乌克兰客机在伊朗坠毁事件的一个最新的进展 路透社9号原以美国官员的消息说 乌航客机极有可能是在被伊朗防空系统意外击落的 这一说法随后得到了加拿大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支持 对此伊朗方面9号博士说这是不合逻辑的谣言 路透社9号原以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 美国卫星探测到在乌航客机坠毁前不久 伊朗曾发射两枚导弹 接着客机发生爆炸 美方还认为客机坠毁是一次意外 另有报道称 击落客机的是俄罗斯制造的SA-15防空导弹 美国国防部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乌航坠机事故的176名死者当中有63名加拿大公民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9号发表讲话称 情报显示伊朗导弹击落了这架客机 这很可能是一次非故意的误击 当天英国首相约翰逊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发表了与特鲁多类似的讲话 伊朗道路和城市发展部长伊斯拉米9号否认 客机失事与伊朗发射导弹有关 他表示如果如传言所说 飞机一定会在空中爆炸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初步调查显示 飞机由于技术问题起火 首先导致了飞机通信和控制系统停止工作 随后导致了坠机 伊朗政府发言人拉比埃当天也否认了相关报道 称这些报道都是针对伊朗的心理战 并说有公民在失事客机上的国家都可以派代表参与调查 伊朗当天还表示 不会把找到的失事客机黑匣子移交给美国波音公司或任何其他国家 波音公司的伊朗技术人员和专家将在伊朗恢复黑匣子数据 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的报道 由45名专家组成的乌克兰特别调查小组 已经于9号到达德黑兰 伊朗追击事故调查组和乌克兰特别调查小组 当天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 阿富汗运输安全研究所 加拿大运输安全委员会和瑞典航空运输委员会的代表 应邀协助调查 此外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9号证实 已经收到了伊朗发来的关于追击事故的正式邀请 并已指派一名代表参与坠机事故的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đ國区